工作忙碌的现代人除了体力变差 肤质越来越不好 白头发也提早找上门 面对白头发的问题 不少人选择用染发来解决 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可能是身体健康的警讯 我们头发三天发脏事实上 变白其实可以反映我们五脏内腐的情况 所以其实是不能掉于清心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透过一些中西医的方法 来改善我们这些掉发或白发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状况并不一定会发生在 所有忙碌现代人身上 像是艺人芳心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适当的保养真的很重要 我就选择了用汉方的方式 然后补气血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 其实掉发的状况改善了很多 然后白发也少了很多 科技进步想要透过汉方温补 不用再去中药行找中药 再花时间料理 有业者就透过最新技术 将红参 和首屋 红枣 芝麻 还有三茶花籽的营养 做成饮用品 提供给想调理身体的民众新的选择 三地新闻综合部